世界上各個國家對於公路的編號都有了自己的規則 有些採取從首都放射的方式 有些則是先劃射分區後 區域內使用指定的編號 而台灣的公路編號依循美國的規則 南北巷的公路使用激素的13579 東西巷的公路則是使用偶數的24680 在這個原則之下 跨越東西部的橫貫公路應該是要採用偶數的編號 但是台七線北橫公路卻好像是違背了這個規則 台灣的公路編號系統大致上是在1950年代成型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台一線、台三線、台九線 都是在那個時候就被賦予了這些號碼 並且一路沿用到今天 雖然說當時就已經有南北巷編成激素 東西巷編成偶數這樣的規則存在 但是這樣的狀況在大台北都會區 其桃園卻是一大例外 由於地形的影響 台灣西部的發展軸線在桃園一北 反而是比較接近東西巷的方向 所以南北縱貫西部的各條公路 比方說台一線、台三線、國道一號、國道三號 到了北部地區 方向都會有所轉變 所以連結基隆跟台北的東西巷公路 因為縱貫軸線的關係而獲得了台五線的激素編號 南北巷的台四線使用偶數編號 也跟這條縱貫軸線脫不了關係 既然前面講了那麼多的例外 那台積線呢? 無論是在西端還是東端 都跟縱貫南北方向的台三線、台九線有交會 而且名字都叫北部橫貫公路了 不管是從什麼角度來看 都應該要使用東西巷的偶數編號才對 所以說北橫公路到底是為什麼會使用7這個號碼 就要從台七線這個編號的前身 中橫宜蘭之線開始說起了 中橫公路作為台灣的第一條高山橫貫公路 在選線的過程上其實相當的複雜 整個計劃甚至還可以往回追溯到日本時代 不過真正確定中橫公路走線的關鍵因素 卻是落在美國的身上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再加上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慘敗 從美國來的美元 可以說是那個年代中華民國的金基姆 自然而然的美國就會在很多的建設中採一咖 在1950年代 美國國際合作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 提出軍用道路的構想 規劃出台中往來花蓮 以及台中往來羅東的兩條道路 這兩條路線最後與台灣省公路局進行的 東西橫貫公路計劃結合 在1956年正式開工 並且由美元提供八成的經費 當中的台中花蓮軍用道路 在後續東西橫貫公路的工程中被視為主線 而台中羅東軍用道路的部分 則是作為宜蘭支線 計畫的終點也從羅東改到了宜蘭 原本公路局自行規劃的北線 後來以補給線的名義 成了橫貫公路的物色支線 中橫工程進行的同時 台灣的公路系統在1957年有了最初步的編號 而作為橫貫台灣東西部的重要公路 東西橫貫公路的主線及支線 自然是要編為當時公路層級最高的省道 從台中東市到花蓮太魯閣的主線 因為是東西向的所以編列為台八線 從宜蘭到梨山的宜蘭支線 因為是南北向的 所以編列為台七線 而從荷環崖口到霧社的霧社支線 則是跟在往西延伸到彰化的路段 一同編列為東西向的台14線 東西橫貫公路的開闢 除了聯絡台灣東西部交通 增強國防能力 安置退伍農民的目的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任務 就是要開發山區的各項資源 大家今天所熟知的大達西水利發電 清淨農場、福壽山農場 都是中橫公路開發的重要成果 然而另外一項比較少人知道的目標 就是開發林業資源 當時的宜蘭支線 看上了七蘭一代的扁駁及紅塊 並且認為砍發之後 可以改中經濟價值更高的人工林 而為了有效開發深山裡的林業資源 需要在另外開闢北橫公路 深入七蘭山林場當中 不過其實北橫公路的計畫 可以探究到更久之前 在1950年 省政府公路局就已經派人沿著 日本時代的 腳板山三仙警備道進行勘查 但是比較完整的測量作業 卻一直要到1958年 也就是東西橫貫公路 中工兩年之後才進行 不過因為人力及經費的主力 還在中橫公路上頭 所以即便完成了測量作業 北橫公路的工程仍然處在擱置的狀態 可是七蘭山的林業開發 可不能就這樣傻傻的等著北橫公路開工才進行 所以在1959年 地屬於退府會的台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正式成立 並且從橫貫公路宜蘭支線 也就是當時的台七線 開闢林道往七蘭山方向前進 等到1963年北橫公路正式開工時 七蘭山已經有好幾條林道在做使用 甚至有一條支線翻越了雪山山脈的人線 到達桃園縣境內的四輪 所以說 既然七蘭山林道已經開避到桃園的四輪 那麼北橫公路開工之後 東段的路線直接使用七蘭山林道 並且加以改善 也是件相當合理的事情 於是後來北橫公路在宜蘭縣境內的路段 直接從七蘭山林場的100線 110線、300線至3條林道改建而來 並且在北桃橋接上中橫公路宜蘭支線 然而在1950年的勘查 1958年的測量作業中 北橫公路都是預計跟腳板山三星警備道一樣 在百桃橋跟北邊一年的泛泛接上宜蘭支線 所以民間也流傳一個說法 認為在1959年的八七水災重創台灣各地 當時新建公路的大量經費挪爲救災使用 在金流短缺的狀態下 北橫公路才會改走七蘭山林道 並在南邊的百桃橋接上宜蘭支線 不過探究北橫公路的新建 是承接著東西橫貫公路的這段歷程 為了開發林業資源而把公路跟林道做整合 也就是可以想像的事情了 事實上在1959年6月 也就是八七水災的兩個月前 時任退輔會主委的蔣經國就已經指示北橫公路的東段 要改從百桃橋接上橫貫公路宜蘭支線 所以當時是因為北橫公路遲遲未開闢 而退輔會森林開發處又急著開發七蘭山 只好先代替公路局開闢應急用的林道 等到北橫公路正式開工後 再將路線歸還給公路局使用 等到北橫公城正式進行後 省政府也將當時512萬元的新建經費償還給退輔會 讓原本的林道升格為橫貫公路 1966年5月28日北橫公路通車 並在台北縣三峽鎮的大埔舉行通車典禮 而不是現在普遍認知的西側起點大西 另外在名稱上也不是叫做北部橫貫公路 而是稱為北段橫貫公路 其實在通車典禮舉行之前 還曾經打算取名為大梨公路 名稱的由來是從七點的三峽大埔 跟終點的梨山各取一個字出來 甚至當時神政府還計劃比走這樣的方式 把其他已經通車的橫貫公路重新命名 東西橫貫公路主線 也就是今天的中橫主線 因為連結東市與太魯閣 計劃改名為東泰公路 宜蘭之線連結宜蘭與梨山 計劃改名為宜梨公路 物色之線連結浦里與大嶼嶺 計劃改名為浦宇公路 不過這樣的提案 在幾天後就被當時的總統蔣介石給駁回了 同時也只是從大浦到梨山的路線 統稱為北段橫貫公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續通車典禮上會使用這樣的名稱 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取名為北段橫貫公路 但是當時的路線 卻是從三峽一路到梨山的南北方向 很有可能是將這條公路 視為東西橫貫公路系統的一員 又因為它會在北側 才使用北段這樣的稱呼 至於編號上 因為北段橫貫公路的七蘭到梨山路段 承襲過去東西橫貫公路 宜蘭之線的路線 整體又是南北方向的 所以延續了台七線的編號 而七蘭到宜蘭的路段 則是改編為台七甲線 在1969年7月 台七線的起點從三峽大埔 改到大溪 也就是今天北橫公路西側起點位置 而三峽大埔到大溪三明的路段 改編為台七乙線 這個編號持續沿用到現在 隨著南橫公路在1968年動工 1972年完工通車 為了方便區分各條橫貫公路 為在中部的東西橫貫公路 漸漸的被改以中部橫貫公路來稱呼 同樣的北段橫貫公路 也恢復成以前計畫名稱的北部橫貫公路 到了1977年神道重編時 也正式將北橫公路的路線 從南北向改成了東西向 七點仍然維持在大溪 中點則從梨山改成了宜蘭 不過卻是繼續使用台七線的編號 而七蘭到梨山的路段 再次降為支線 從台七線改編為台七甲線 這也就是為什麼 北橫公路明明就是東西向的 卻會使用激素號碼的原因 不過神奇的地方在於 1977年的重編 其實是包含了全台灣的公路 原本編號台18線的南橫公路 也配合阿里山公路的通車 與行中橫公路的計畫 而改編為台20線 既然都有這樣抽換號碼的狀況出現 北橫公路都是定位為橫貫公路了 那其實也可以換個號碼才對 而且當年的重編 也把台四線 從原本的中壢到樓潭 改成了大園族圍到大溪的這條路線使用 既然台四線的終點 都已經在大溪了 怎麼不直接沿著北橫公路 繼續到宜蘭呢? 有傳聞說 因為北橫公路經過慈湖及礁板山 這兩個蔣介石極為喜愛 而且又跟他在浙江鳳化的故鄉極為相像 號稱為第二故鄉的地方 而蔣介石不喜歡四這個數字 所以只好繼續讓北橫公路 使用台七線這個編號 不過這方面 一直以來都沒有能夠佐證的資料出現 而且蔣介石也已經在兩年前的1975年試試 這方面恐怕也已經沒有人能夠證實了 只要一講到公路重編的議題 北橫公路的編號就一定會被拿出來討論 如果我今天有機會對台灣的公路重新進行編號的話 不曉得大家會想要把北橫公路做什麼樣的規劃呢? 歡迎在留言區寫下你的看法 最後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幫影片分享作曲 讓更多朋友知道 為什麼北橫公路是使用七這個技術編號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